耶穌耶穌耶穌 耶穌赔了何 Hart 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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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与我生命 团圆 宥姆和福音团队 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聚会 那刚才那一些聪徒们做了其他得救的见证 就说到他们如何在他们的人生中 要来追求一个让他们永远满足的事物 那今天我们这个后面福音信息的题目 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呢 永恒的追寻 再读一次哦 永恒的追寻 看到这个题目 第一个感觉应该是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高又很深 我们的人生很少去想到什么是永恒 现在把日子过好就好了 怎么会想到永恒呢 好像对我们来说永恒是一件遥远的事 但是呢其实这个永恒的追寻 是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 因为永恒的反面就是短暂 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得到的东西是短暂 买一个东西希望爱用久一点 吃一个东西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健康 能够久一点 睡一觉起来之后希望我有精神久一点 我就能够做许多的事 没有一个人希望短暂 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都在羡慕永恒 好 那在古代啊 其实人也羡慕永恒 所以呢在古时候就有人开始追寻这个 若生希望能够永远不死 大家都听过长生不老 好呢所以呢这个在中国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那个金吕玉衣 金吕玉衣 玉衣对没错 你们知道是什么哈 就是这到底是古代的君王 他们希望他们的肉身啊 可以永远的保存 甚至有一天他们死后可以复活 所以就会用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肉身不破化 那埃及也是一样 木乃姨的制作也是一样 那甚至呢中国的炼丹术 其实最起初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炼出一种药 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 人就开始想着要追求永恒 那但是在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 我们来把这一节经节可以同读哦 在人类这么久的历史 在那里追求永恒的过程中 人类就得多一个结论 其实人类一生 说长吗也不是很长 说短吗还真的蛮短的 最多大概就八十年 跟永恒相比 差得多了 但在这其中有什么呢 多半我们所能夸到的 就是老虎头发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呢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顺口 这边讲到人生走一趟 一岁的时候呢就出来亮个下 有一个小爸爸 抱歉 十岁呢功课至上 请少年要念书 二十岁呢请思荡一样 开始想着 哎呀我要成家了 是不是应该 哎刚刚那个猪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吵你开始关心一下 好三十岁呢 东凤西状 刚开始出社会 正在学人生的历练 到了四十岁 开始有点能力了 在职场上个人对抗 五十岁呢 这个 就要不注意运动 我觉得身材就走一样 六十岁 老当意状 七十岁 开始常常健忘 八十岁呢 走路摇摇晃晃 九十岁呢 就开始有点迷失方向 好 这个是我们的人生 哎 这个讲得很有趣 但是我们想一想 在我们身边看到周渣许多的人 他们度过一生 大概也跟这个没有差到那里去 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 我们的人生啊 在其中 夸的多半是劳苦愁烦 然后呢 我们的人生转眼成空 便如飞而去 我们的人生转眼 我们的三岁呢